一花一失谢,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基福不容易,拜福一顺尽 这所谓有福不用忙,无福跑断肠 福报是人生的最大财富 一个有福的人,无论他在哪里 身边都是上等的风水 那么,人的福报究竟在哪里呢 其实你的福报就藏在以下之三个不起眼的地方 一定要好好打理 一,脸 想知道一个瓜的好坏 可以看他的形状和色泽 想知道一匹马的优劣 可以看他的神态和气息 人也是如此 一个人内心的善恶就体现在他的脸上 佛说事实无相,相有心生 古往今来只有相貌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看破一个人 相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一个人的信息 或者说相貌与能力等要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度 一个人的面部表情往往暴露了他的人生密码 人因性情之别在天长日久的岁月魔力中 必然因为习惯性的表情重复 而在面部留下难以隐藏的痕迹 人生的种种际遇 久而久之会作用于人的容貌气质 加上一个人相貌上的优势和劣势 老话常说 吉人自有天相 这个相指的就是福相 你的脸上就藏着你的福报 据英国报应论中记载 有位叫温如士的人 相师见到他后 断言他最高只能做到四品馆 那过几年温如士就考上了晋士 十年后温如士回乡丁忧 目入家乡溃堤 导致百姓流离失所 温如士为了这些孤苦的百姓 四处筹钱捐款 修筑堤防 还设立艺学工人读书 当他完成这些 所有时候返回京城 又遇到了曾经那位相师 那相师惊讶到 你的脸怎么变了这么多 你的命运不一样了 果然不久之后 温如士就升到了兵部侍郎 就连他的儿子 也做到了刑部主持官 前途无量 温如士的命运之所以会发生改变 就是因为他的相貌变了 而他的相貌 就是他种下的善行 积载来的福报 任何福报都有其必然的成因 就像财富来自于施舍 尊贵来自于千功一样 美丽的容颜来自于柔和 善良的性情 钱是因今生果 一个人的内在虽然不可见 但却在无形中为自己种下了因果 待到因缘和和时 这果报就显现在了自己的脸上 所以吴长经告诉我们 有心无相相遂心生 有相无心相遂心灭 你的长相出卖了你的内心 一个内心阴暗的人 一定撑不起一张灿烂的笑脸 一个内心善良的人 容颜自然好看 一个有善心的人 周遭都是和气 一个有和气的人 周遭都是贵人 当一个人身边充满贵人的时候 难道不是有福报的吗 一个面善的人 一定拥有最大的福报 当你学会用一颗与人为善的心 来映衬你自己的脸时 你的福报就来了 二 晚 自古未来凡是任意 散其浪费粮食的人 都会遭逢天打雷劈的灾祸 因为民以实为天 五谷是人类赖以生存 不可护缺的粮食啊 就算是散其浪费的情形并不严重 但是也是亵渎上天 所以果报非常严重 明朝的张义方非常的富有 拥有良田树百情 实在多得不得了 堆积的仓库里的时间久了 就会腐烂 他就命人把腐烂的五谷 扫除丢弃 甚至还拿芝麻来喂猪 绿豆来喂牛 别人劝他拿些粮食出来救起穷人 他都不肯 后来挣得六年黄河决堤 洪水把张义方的田席卷之后 都变成了河流 一席之间家产当尽 张义方后来竟然饿死了 佛家有句话说 吃苦疗苦 享福小福 人来到世上 一辈子吃得用的 都是由福报决定的 过于设施和挥霍的人 不论你是富翁还是乞丐 福禄都会转身成空 但福报享尽时 就只剩下苦果了 佛经里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说是一位极好鸭舌的国王 为此杀身无数 一天 突然有一位蝉尸求见国王 并运用神通 让国王看到了自己的亲生 大王 你能享用的鸭子快要用尽了 这意味着你的福报 也将享尽了 当准备后事了 国王这才知道 过去自己是个贫困无福的老僧 而今生所吃的鸭子 都是过去那些文字来报恩的 老僧过去懂得赔福 于是来生得也享福 可同样的 今生的他享足了福 却不再赔福 福报就只会一再损耗 直至耗尽 世人最大的悲恩 就是只懂得用钱来衡量价值 真正的福报 其实就在你的碗里 冯家常说 一厘米 一个馒头的分量 大过于去迷山 住家人晚上也蛮少吃饭 一直为了给穷人留些口粮 再也就是给自己留些口粮 你吃一分 命少一分 你糟蹋一分 命力就少十分 所以 我们一定要对食物 心存尽畏 糟蹋和浪费 果报最重 一个整天奢侈浪费的人 就是在损耗自己的福报 不珍惜碗里的食物 就是不珍惜自己的福报 佛曰 人无受邀 路尽则亡 悉衣有衣 悉时有时 人生在世 福禄受皆是定数 一个珍惜碗中粮食的人 更会珍惜自己的生活 那么福报自然就会越来越厚重 打理好自己的饭碗 就是开始修复 基辅 改变命运 三 家 谈尽有云 静随心转则悦 心随静转则凡 环境 对于人的影响是巨大的 一个家的感情程度 决定着人的福报深浅 佛经里有这样的一则公案 有位相登师很爱感情 他早很勤快 有一次 刚打扫完就来了一个乞丐 相登师就给了乞丐一些食物 并请他把垃圾倒掉 依此姻缘 相登师在后世就成为了尊者 而那位倒垃圾的乞丐 也因此做了过往 打扫完生 竟得如此的特殊的福报 可见 一个干净的家 蕴藏的福报更是深厚 干净的房间自带阳光磁场 这本身就是一种福报 它会影响主人的精神面貌 甚至一个家庭的幸福程度 住在一个干净整洁 紧紧有条的家里 自然会心生愉悦 分为温馨 家庭和睦 银音法师说 一把无箱扫帚 把心地 剑丝 烦恼 扫得干干净净 一个人清理房间的能力 就是他清理烦恼的能力 保持房间的干净整洁 不仅能带给自己温暖 快乐 更是我们 确保福报的重要条件 打扫 可以生智慧 去烦恼 更能够增福德 扫地有五种功德 自心清静 令大心清静 令诸天欢喜 纸端正业 命终之后 当生天赏 撒扫清洁 就是一场修行 能够增长功德 或天人果报 张希经中 一位弟子请教佛陀 如何在俗世缠身中 获得幸福 佛陀传授了他四种方法 首当其冲的 就是要勤劳具足 意思就是 即使身处家中 也一定要勤劳不懈怠 你身边的环境 干净整洁了 福报就显现了 其实每个人的福报 就藏在他为人处事的细节里 用心做好生活中的 每一件小事 认真对待身边的 每一个人 福报就在当下 等着你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陈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和转发哦 最后 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陈已经正式 开动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 Facebook里面搜索 佛陈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 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 不会孤单 加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